今天你知道韩维拉是否重现 这个农委会主委陈吉仲 是要拉着我们的立委邱逸英来谢泽吗 为什么这样说 好你先看 这个当然是韩国瑜 在昨天一PO了以后 大很多人就关注了 很好奇了 到底韩国瑜说你 你猜猜我在哪里呢 很多人就留言了 当然也有很多人来按赞 因为毕竟还是有他的支持者 但是后来就等到了他的最新影片了 在这个影片当中也看到 这个观看的次数 刚刚上去看了一下 大概也超过了15万次了 那么当然也有很多人就知道说 韩国瑜现在来关心 包括云林谷坑的农民 还有当然就是这个高雄大树的凤梨博 谈了很多农民们的困境 水果卖不出去怎么办呢 那韩国瑜当然他也说了 我们农民朋友是不懂政治的 现在是凤梨量产时 要让货出的去 大家一起帮忙来采购 可是你知道在之前 他一预告马上就有人说 他怎么又出来了 他是想干什么呢 又有动作 再来呢 等到看到他这样子的一个主张了之后 马上就有网友就在酸了 你为什么不去卖大陆啊 是大陆不卖台湾的凤梨啊 骂大陆干嘛 骂了以后就可以让凤梨卖出去吗 还是更卖不出去呢 也不想想看 好了 然后网友就说 大陆是这样子突袭 你居然还反倒见止蔡政府 有网友甚至也说 一开口就唬烂 真是不会让人失望啊 不过当然呢 每个人可以都有提出他的意见了 那这个有民进党的委员 人权认同啊 别忘了 过去在林聪贤当主委的时候 还曾经说 要努力重也要聪明重啊 好 但是话说回来 那邱义盈跟陈吉仲这两个人 他们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在立法院当中啊 这个陈吉仲呢 他竟然呢 就先自己来cue邱义盈了 就问他说 你记不记得啊 这个当初啊 其实在这高雄啊 曾经有要建制一个 要输日的冷链截切场 然后呢 那最主要的啊 是要给这个 卖到日本的学校的营养午餐啊 那但是呢 结果啊 这个邱义盈啊 他马上了就说 哎呀 那是韩国瑜担任市长期间 是他不愿意跟中央合作 所以才为后来造成这个计划搁置的 所以难道说 农产卖不到日本去 都是韩国瑜当市长的时候 然后他做错了吗 好 但是呢 你知道马上郑兆星 他过去也是在高雄市府担任发言人嘛 那么他呢 就有做出了五点回应啊 不过呢 首先他就讲 其实啊 这个台农发 他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嘛 因为在韩国瑜上任之前 就已经去高雄勘查过一次啦 上任之后是台农发不闻不问啊 而且台农发自己五六年的成立以来 外销成绩是乏善可成啊 你看看现在说哦 我卖到哪里去了 还是要靠什么 空运要补助耶 再来韩国瑜的任内 其实还反而有争取冷链的补助 甚至呢 还超过了五千万 你邱易云是不是都不知道 你身为高雄的民意代表 请问你是不是状况外呢 好 郑兆星当然也提出许多的质疑 而且他甚至也说 韩国瑜任内有行销高雄农产销售量 也创新高啊 那么现在政府除了凤梨之外 你高丽菜价格的危机也不要忘了吧 好但是呢话说回来 现在陈吉仲就又告诉大家了说哦 有有有台农发已经跟大型的冷链物流业者合作了哦 高雄输日冷链截切场啊 要再跟高雄市政府合作 请问怎么现在就说要做了 现在才要跟高雄市政府合作一起来努力 怎么会都拖这么久 韩国瑜离开高雄不也很久了吗 而且不管韩国瑜在不在高雄 这不都是应该中央政府好好该做的事吗 好再来那你说今天啊 江启臣呢他就说 哎这个好像现在看起来 我们这个这几天卖到国外去 这个销售成绩不错 而且呢他有个数据哦 你成绩中是比台农发厉害啊 四天就卖出了将近4.2万公顿凤梨 比台农发四年成绩还要好耶 所以台农发是真的可以废了 还是监察院应该好好查一查呢 这是江启臣在今天提出来的质疑 可是呢你知道现在 哦好像真的一下子成绩就毛起来帮忙卖 然后呢今天又在做大外宣了 po了一张图在他的脸书上面 告诉你说现在啊不仅是凤梨 包括芒果火龙果我们都可以进军 东京奥运了都可以卖到日本去了 哇怎么一下子成绩就变得这么好了呢 这个民进党政府是不是有很多地方还需要检讨呢 那么包括尤其是现在是不是有所谓的双标 民进党难道真的就是所谓双标党吗 面对治安的问题在过去怎么样 针对韩国瑜在高雄市长的任内 那么在那里下重手 频频还南下啊拼命的指导啊 可是现在呢却又怎么说呢 你看啊绿营的县市枪劫案平传 而他们真的自我感觉良好吗 甚至呢你看啊内政部长徐国勇都又讲了 说高雄绝对不是庆祭之都 台湾的治安状况全世界评比一定最好 三斤半夜出去都没什么疑虑 然后呢他除了说治安好之外甚至还说啊 嗯怎么说我没下去呢我有下去啊 最近我去高雄好几次我只是没有告诉大家而已 但是你知道那时候我们的印象都很深 直播主枪劫案那时候发生的时候啊 这个内政部长 次长 警政署长等等高官都纷纷南下作证 可是现在的高雄治安到底你说好还是不好呢 当然警政署不但提供了资料之外 另外我们就来看一下现在啊 治安如果好的话 有需要高雄一年换三个警政的局长吗 好 再来你看这边这个数字 在今年的年初到2月15号 也就是这个新的这个局长任内就职满月的时候啊 高雄有发生17件重大刑案 是高居为六都之冠 而暴力怯盗等指标性的案件 跟去年同期相比破获率是全面的下降 那好吧 那你说到底要不要应该 全国都要召开这个所谓的治安汇报啊 两个月要开一次的 可是呢 在2019年10月28号开过了以后 居然呢 疫情唯由一年没开 直到去年11月23号才又开 那么最近这一次到底什么时候开呢 难道只因为行政院长苏贞昌说 一切都是突发的 刑杀仇杀难免就真的认为治安够好 不用开吗 那治安好不好 看这里包括了桃园有帮派的火拼 台南有七股凶杀案 台南安平枪击案 那么甚至呢 还好像八天之内吧 还有两死 两个角头身亡嘛 高雄大树乡有这个面包师傅 那么他后来呢 也是枪击 连开了八枪吧 还是十枪 反正开了多枪 还造成两个人枉死 和氏老枉死 那你说这个现在警政署当然也很重视咯 全国有扫黑呀 动员了1.1万人次警力查到的是35个犯罪组织 又抓到了823名帮派分子 但只查到了26支枪 这样的成绩你能够满意吗 好 那再过来 现在呢 这个江启臣就说了 警方到底他的人力 有没有用到不该用的地方呢 你是不是应该花更多的力气 去对付这些黑帮分子 而不是对付人民呢 因为他说 警方主动查处了社委法 在2016年其实才6件 可是后来到了2020年高达167件 高居77% 后来都被财事不罚哦 难道是因为政治选举 所以才需要做这些事情 办这么多这样的案子吗 查水表吗 所以就要去对付百姓吗 政治人物的诚信很重要 那在现在呢 不要说是双标了 那当然也要看看自己个人的问题 尤其呢 这个大立委 那他的这个动向实在是太备受瞩目了 你知道最近呢 因为像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地下情的怡云啊 哇 传得沸沸扬扬的 大家都说 你不要在那边PO脸书 讲说你开了一个什么国际级的视讯会议了 这些事情有没有交代清楚呢 好 那就是王定宇委员 王定宇委员呢 是不是真要出来面对啊 因为本来大家第一时间说在今天看到 有这个节目主持人啊 自己在社群上面还说啊 我们节目关注的是公领域大势大飞 私领域不是我们的重点 明晚欢迎王定宇上火线 那不就是 哇 昨天你深言预告的话 那今天就要上节目咯 可是没有想到 在今天呢 到了中午的时候 看到这个有媒体就报道了 说王定宇是临时取消了录影行程 理由是因为太多的媒体要独访 结果今天的中午就传出 他要退通告 结果在刚才呢 就看到原来节目是这样进行的 改用视讯连线 你看这是在今天最新的一个画面 主持人在这边 然后王定宇就跟他在视讯连线了 好 但是呢 怎么好像本来说要上 后来又没上呢 那么但是另外一个有点糗 财产是不是真的有所谓的申报不实啊 王定宇其实在自己的脸书上面呢 他就po文了 他说是监察院他申报那个资料啊 申报人员误触108年资料 而且整合人员也没有发现 所以就是乌龙一场 乱批评的可以更正咯 可是监察院却打脸了王定宇说 绝对没有误触 对于王定宇将一件简单事情的责任 透过脸书引设的方式 意图将责任推给监察院的做法是 无法苟同的哦 好了 到底这个财产是怎么申报的呢 还有所谓的假打卡 你是不是真的在骗人呢 可是他就有解释了嘛 他说我的照片啊 其实呢都是什么Drawbox里面存的 还有我的早安文 根本也不是打卡在表示自己的位置 刻意毁谤的要好自为之啊 嗯还很生气哦 就觉得你们不要在那边乱讲了 可是呢 现在这一切的一切 是不是这背后 真的就像谢龙介所说的 是有其他的人 其他的派系 在出手弄王定宇 一切都是为了台南市长初选在拼呢 是有其他人的